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决定了大概60%全球的方向 那今天他只要不打台湾 他也不敢打 他不打台湾 就这样制衡着 就以这样方式制衡着 那他要打台湾 就出现完全不一样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在动荡中 那就完全有 就一定会有解体的有衰败 那他不打台湾就这样 那另外一个 他对中共态度 对吧 那对中共态度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万物生已生已死 就这么回事 都是一圈化缘的 谁也走不了 他习近平也走不了 完全走不了 所以人们 人们陷入了表面的科学当中呢 就被共产党左右了 被自己的利益所左右了 被自己的兴趣左右了 大多数人很无奈 很可怜 但是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连可怜都不配 可怜都不配的原因是 没有这么自己糟蹋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跟神性 你就不信 非整自己这块肉整 你有多大本身 你这块肉 你这块肉能扛多久 你这块肉能干什么 女人美貌 你留住 男人健康 你看看 一个哥 你要健康 你吃什么药 对吧 那伟哥 这个哥 那个哥 卖多贵 到处是假的 男人不是个男人样 女人不是个女人样 然后男的奔女的去 女的奔男的去 你有意思吗 外头那乱来淘气的 还玩冰火两重天 别跟你说 坏也不会坏 好又不会好 奶头都不是 大多数人就这个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高谈困论 论你个大头鬼也才 但这世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却没有能力察觉 马斯克干倒了 干倒了莫多克 而莫多克被干倒 全自己遭到报应 莫多克 福克斯在2020年 11月3号晚上8点半宣布 亚利桑那 拜登获选 他的霍根是那个 当那个霍根出来之后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他抖技巧 你说都九十桌了 你撒尿得什么逮逮 你能尿多远 尿了自己一裤子 把卡尔松给开了 开完卡尔松 福克斯全完蛋 而开掉卡尔松是为了解套 而他解套是把自己干脆就给卡着了 套是解了 那拿捡的给搅了 福克斯就全完了 基本就立刻就完蛋了 因为他是保守派的代表 你保守派代表 你两年前 你干嘛整自己的人呢 谁出的主意八点半 说亚利桑那州川普输了呢 你唱票只唱了85% 这83% 活该 他什么意思 保守的根本不保守 全是骗钱化的 男的骗女的 女的骗男的 那所以他这个霍根是在这 当这个霍根来之后 一开掉卡尔松 这就叫天灭 那么难道不叫天灭吗 这就叫报应 这圈画圆了 画了两年多 两年半 你算多少个月吧 他肯定可以算出来 所以卡尔松一完蛋 那他往哪去呢 人都得吃饭呢 老爷们也窝不了这口气的 马斯克买完推特挺凹他的 马斯克本来不想买推特 买了不买不买 人逼着他买给他告了 告完之后他只能来了 来了人说完了赔钱了 这赔了吧那赔了吧 傻东西 赔赔赔赔赔到两百亿 四百多亿四百四十亿 赔到两百亿 赔完了他老爷们就想 他已经这样了 我干我干死你 他把特鲁多干死了 把今天的主流媒体看死了 一出手 那他的立足点 德桑迪斯出于自己的需要 倒向了马斯克 马斯克出于自己的需要 顶了这么大一个在大选中的 争持的人物 进入了市场 那一下就成为了媒体的模式 对不对 那当初的推特 七千八百人 七千八百人 七千六百人 七千八百人 他今天被他砍的 不到一千人 那推特还是推特 不到一千人 那七千人的工资多少钱呢 吹什么牛皮 那七千人的工资多少钱呢 那在旧金山上班的 干这个的 来不来就二十万三十万一年 所以故事就是这样 人们跟命争 你嘲笑共产党 你嘲笑习近平说 在高山上种水田 对不对 你在高山上干嘛 挖地道 在山顶上往下挖地道 你多聪明 多贼 对不对 你走两头 人家说 陶庚你到底说什么意思 崇拜科学的 背离自己神性 你们就在山头上挖地道 你不仅是吃饱撑的 你不仅仅是吃饱撑的 你是佛罗尼德的孙子 精神病的孙子 佛罗尼德是精神病学的 鼻子 我读过他的书 就读完书都没文化了 马斯克取代特鲁多 推倒了福克斯 成为了保守派媒体之王 这篇报道是刚刚出来的 是左派媒体的网 福克斯是保守派的 释出新闻的地方 那结果现在 整个共和党人转向了推特 这对川普是一个很巨大考验 我们节目中早跟大家解释过 要明白 这个故事不同的 推特摧毁掉传统媒体 任何一家传统媒体 跟他没得争的 福克斯把卡尔松解雇了一个多月 他以前麻烦了 福克斯到现在依然在动荡 对吧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该用谁 去填补川 这个卡尔松留下的八点钟的节目 他已经转了好几个人了 就这么会儿转了好几个人了 转了好几个节目头了 没用 没用 卡尔松当初平均一天 在那个节目档上 310万 310万 他现在不到100万 应该是 那是每天的数字 那可不是 你知道一旦他的数字下来之后 那做广告 说你25秒钟 15秒钟广告 你要多少 三万五 现在7000吧 你没了吗 Newsmax在跟他争 卡尔松宣布自己的计划要去推特 卡尔松说 我的节目要上推特 还是原来的卡尔松今夜 那其他的主流媒体全是骗人的 这是卡尔松自己说的 你可以说他撒谎 然后呢 人们今天接受这种撒谎 人们不接受那冠冕堂皇的媒体 那这个这个 德雷威尔 德雷威尔是 德雷威尔是这个 这个保守派的媒体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德雷威尔 他的老板说 从5月30号 他的所有播客节目都上推特 他播客节目挺逗 他播客节目都是视频的 他只有编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有编号 但是呢 德雷威尔呢 有点怪怪 说句信里话 有点怪怪 就是我们用过很多的他的文章 后来就觉得他方向有问题 我说句难听话 在生命认知上有问题 方向就有问题 福克斯最大打击 就是今天晚上德桑迪斯不去 你看 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 讲中文的 我们都可以看 一眼就看出他问题所在 对吧 那因为卡尔松 德桑迪斯这件事情太大 那福克斯将进行 他说 说德桑迪斯 在卡尔松晚上八点钟旧时段 是留另外一个人 叫高迪的 是原来的 南卡的共和党的 这个众议院的议员 现在是福克斯的主持人 去主持这台节目 又换人了 他中间换好几个了 中间换过汉尼提 还换过谁 如果你这么换 就你福克斯这么换 你这么大的媒体 你赔钱都赔人八个亿 你不过就是一堆烂肉 没啥的 就是说你老板 把卡尔松开除之后 你老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吃烙饼 不知道从哪下嘴 烙饼跟披萨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 就这个 个个都是经营 他俩一年 拿工资好几千万 我才 开玩笑 选择 选择绕过福克斯 去推特 德桑迪斯向保守派发出明确的标志 主流媒体没有一个可信的 包括福克斯 保守派不仅逃到推特上 而且向福克斯扔手榴弹 这家媒体是个左派媒体 我刚解释半天这些内容 对不对 福克斯倒排了 保守派媒体没了 其他跟不上 传统基金会拥有的保守派出版目叫每日讯号 他的员工守则中说工人们可以使用他们所联络的叫性别符号的什么预示 我们不知道他这什么意思吧 他是这么说的 这样的泄露呢 本身呢 引发了右翼的声音的愤怒 每日电讯比较著名的博客叫Mite 他说福克斯新闻完全被性别跨性别意识形态唤醒了 卡尔松已经离开了 所以福克斯已经是一个左派了 他实际讲述就是福克斯在跟CNN靠拢 福克斯自己说 我们有自己的遵守道德 我们有自己的人权法 这基本都瞎摆着才 我不开玩笑 基本就瞎摆 你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你有你的准则 当你一拿出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的时候 你就是骗的 你拿出外交辞令的时候是骗的 新闻不应该是外交辞令 这话对不对 因为外交辞令就是梦想 都是很丰满的 现实呢 是看不下眼的 那里面提到说卡尔松准备释放 就是攻击这个福克斯 包括金梅凯利跟叫法尔夫等盟友 都在相应的节目中攻击福克斯 这些人都是从福克斯出来 福克斯出来很多非常就保守派意识的这些独立制片人 独立制片人他不怕 对不对 独立制片人唯一缺少就是平台 因为涛哥缺少也是平台 对不对 我们在建立自己平台 那而不是他的产品质量如何 他的产品质量是他个人的一种定性 如果你连这东西都看不懂的话 你就是个骗子 还是骗子 旧系统正在崩溃 这是卡尔松说的 没错 选民在选举前收到所有资讯 已经应该有人来策划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民主 他意思就是说 选民对选民进行安排跟策划 你就是一个欺诈者 这是卡尔松说的 对不对 选民是独立意识的 因为每一张票是一个个体的人 你不能以系统的方式给他洗脑 这不是民主的 这是共产党的孙子 没错 打着民主旗号人都成了共产党孙子 那习近平能服你吗 他能放弃共产党吗 因为你没有道德 马斯克计划投票给共产党人 但他不知道支持谁 马斯克说表示他会支持德桑迪斯 又出了斯考特 福克斯一直远离川普 没错 那然后呢 他是远离川普 这是没错的 从数字上说 福克斯依然是收视率最高的有限电视网 黄金十万平均每晚150万 但在快速下降 现在只有 今天只有6600万美国家庭支付有限订阅费用 6600户家庭支付有限订阅 有限这个就是开播电视 这6600万家庭被福克斯 CNN ABC MSNBC CNBC 你就多了 被他们知己了 所以真正订阅有限电视 每客户能有一千万 我看就不错了 那卡尔松在推特上的一个视频 8400万人浏览过 2700万人真正看过 那马斯克的一个账号 1亿4千万 有人说 朋友说 说涛哥没有 他是面对全球的 CNN不面对全球吗 欧洲人不看ABC吗 这是等同的 今天已经不是国界的问题了 你不是卖裤衩背信 这东西不是卖裤衩背信 社交媒体就没有国界了 所以这是一个等同对比 这可不是这么回事 可不是这么回事 推特是个私营公司 不再提供相关运营的公关资料 他在美国的活跃量 他说今年5500万 那这个数字是他报出来的 仅仅在美国有5500万 整个美国的Cable电视的订阅量 是6600万 被10家乃至更多的 大的Cable公司给肢解了 都得分享那6600家 所以 他的这篇报道来自于 这个 左派媒体在讲 他为什么成为媒体之王 无法将电视跟社媒进行数字比较 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倾向于个性 而抛弃媒体品牌 没错 那美国人关注最后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 是卡尔森 而不是福克斯 所以这是我们讲自媒体的原因了 而德桑迪斯不是唯一一个将社媒连在一起的一个大选的人物 那很可能成为第一位在社交媒体中 与科技大亨宣布他竞选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 然后他提到说当年奥巴马也这么做过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川普 那川普在推特上没有进行参与 那他在真相社会上的问题 控制就影响他一切 川普怎么办 这是真的 这根本就是这就是硬碰硬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在这个社会环境中 你没看到 你没看到吗 耍性子的都没有用的 耍性子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